大家好,你们知道临时和暂时的区别吗? 临时和暂时都有短时间内的意思, 但临时表示事情将要发生的时候, 很多情况下是无计划性。 暂时没有这个意思, 比如说,把要带的东西都准备好, 免得临时着急。 我们不能说,免得暂时着急。 临时还有短期的,非正式的意思, 常用的搭配是临时工或临时工作。 例如,他们是这个公司的临时工, 不是正式员工。 暂时表示短时间之内, 比如说,累了就暂时休息一下。 接下来我们做一做下面的练习吧, 大家可以把答案写在评论区。 谢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次见!